还年轻呢 怕什么呀 慢慢来 你看看 这身子果多好啊 别给自己那么大压力 好吗 我本是好大呀 怀孕也能造假 我是不是太担心了 以前是想要房子 我那么拼命挣钱 那么拼命省钱 我现在住在金黄湾里 还刚刚买了一个单元 但我现在就想要一个孩子 我就想要一个孩子 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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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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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绽放的时间短暂 却倾注了人的情感 他的每一朵花瓣 每一根叶脉 都值得被呵护 王太太 最近在哪儿做脸啊 这做脸啊 我跟你说 还得去酒店水凉 要不然就是 品牌自营也可以咯 那卵巢保养有推荐吗 我想四十岁之前再要个宝宝 这卵巢保养 那就是智商税 什么东西还得是食料 像什么鱼翅啊燕窝 那都得安排上 你朝营养师帮你搭配搭配啊 还要请营养师啊 对啊 我跟你说啊 正儿八经的营养学硕士毕业的 我们家一直用着呢 挺好的 我把他微信推你啊 好呀好呀 其实我也一直在备孕 说没完事 那你可得好好调理 我跟你说呀 很多人呀就瞎补 结果适得其反 结果完美要来 脂肪肝先来了 推给你了 好 谢谢 听说你们家 在新区买了一个单元 是 在新区的 单价也不贵 但我最近想出手了 买着玩味的嘛 那你们要是感兴趣的话 我现在带你们去看看 他还能找 是吗 行啊 请进 这不错啊 这边是餐厅 这边是个厨房 明厨 有窗户 空间也很大 卫生间是不是挺大的 这空间可以 是 这个主卧的话 好像是跟刚刚的客厅 是一样的 看 这边还有个小的飘窗 我就喜欢这他的米 我跟你说不卖 站着干嘛 你坐下说 跟我谈判呢 见好就收 现在是不是已经涨了不少了 为了这个单元 咱们把婚房都抵押了 还要背这么多贷款 我在家就拆东墙补西墙 算成算的脑壳都疼了 没准怀不上孩子 就跟思虑过重有关系 容容 你说 你这当年是阳台也能住啊 是吧 旁边也能吃 那咱现在都搬到青龙湾了 你这胆怎么还越来越小了呢 你就相信你老公这一次好吗 等这房价他翻盘了再卖 到时候咱真就财富自由了 这辈子都躺着过 你怎么就不懂我呢 房子已经涨挺多了 我们已经装不少钱了 我现在就想赶紧落袋为安 抓紧生个孩子 那你说 你当年要是不偏 咱俩怎么认识的呀 我现在我还记着咱头盔见面 跟那房产局 我包落人家那儿了 你帮我去拿 跑得那叫一快 我就是跑太快了 回来看到你爸跟你说我太精了 配不上你 这说得也没错呀 本来是配不上 架不如你跑得快 李万斌 不带你这么颠倒黑白的 当年是谁像狗皮膏药一样贴着我 我这开具玩笑子 还真生气 走走走 媳妇我错了行不行 我是狗皮膏药行不行 我这辈子我就粘定你了 你跑再快你也撒不开我 起开你起开 房子可以先不卖 但是等涨一半的时候必须卖 关键是我爸肯定也不让卖 你听我的还是听你爸 这次听我的 我说不卖就不卖 行 那我卖我自己的房子 那也别着急 买还能涨呢 那是我的婚前财产 你管不着 我 不 你什么意思啊天儿 什么什么意思 我的房子我做主 婚后财产你做主 你说不卖那就不卖 贷款你也自己想办法还 别光做主不动他 让自己老婆造你们正经 就算什么事 不是 你说明白 什么叫让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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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